《新人》 我就把这个题目啊 主题说明一下 这里说到 一个新人 这个新啊 是个生命的问题 一啊 是一个建造的问题 人能够 原来我们是旧人 现在变成新人 就在于神的增加 在于属灵 那个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越过越增多 我们才能够更新 然后这一个新啊 就带来建造 就是我们 除去众人中间 所有的间隔 所有的 仇恨 让我们在爱里啊 完全 连成一个人 真的变成一个人 在宇宙中 有这么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 神跟人 完全连他我一 是 人和人 在基督里面 完全连他我一 那这一件事 需要很多的 劳苦 这个劳苦 这里说 照着神运行劳苦 这里没有动词 没有主词 到底谁 在这里劳苦啊 哦 当然开头是借着基督 这个元首 在那里 到地上来 为我们死而复活 然后 复活以后 他 借着那个 那个灵啊 就在 我们的里面 有一个运行 不断的运行 大大的运行 就叫那些 有恩赐的人啊 就照着这一个运行 这个照不是照 客观的运行 照着这个运行 照着它里面 里头的运行 就在这里 是劳苦 所以 虽然是劳苦啊 实际上 也不是真是苦啊 而如果有苦 在里面 确实 那个力量啊 叫他这样的 又劳又苦 那我们就想到 保罗 他这个劳苦 他是怎样呢 在这里 他说 他说 三年之久 对以夫所圣徒说 三年之久 哦 这不住的 哀家哀户 或者这公众的场合 都是在那里 流泪啊 不住 照也不住 流泪的 去劝诫个人 这个 不住的 这个 为什么呀 不住 这个流泪啊 流泪因为 他就好像妈妈一样 妈妈这个叫小孩 快上学 他就是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又不能骂他 又不能打他 一打他 他一少赖 他就更不上学了 所以说好 有的时候就是流泪了 就着急的才能够流泪啊 对对对 那我们真是惭愧 我这不是这么多年 有没有一次 劝勉别人 我流过眼泪啊 刘迪阿 你有流泪过没有 有 有 你有啊 你有啊 我那个 我那个 不是 有没有 小孩子 所以呀 真是 归切主了啊 他是这样的 一个 像那个 儒雅的母亲 又像 劝勉的父亲 在这里 那么他自己 当然是使徒 其实 这个五样的 他自己都包了 又是 牧人 又是 教师 又是 常福音的 又是 生严者 又是使徒 他都 通通包了 真是 在这里 做神的 那个 发表 所以 他就能够 每一个信徒 如果有一个信徒 没有在哪里 他都不开心啊 他都不休息了 要在每一个 你看 在基督里 成熟的信上 好为着一个信人 那他所有的劳苦 这里的中国人呢 这个照着英文翻面 他实际上 为着一个信人的 不用可完成 这是目的嘛 是为了这个缘故 所以啊 所以 他才在那里 劳苦 我们中国平常 不容易这样的 都是 常常目的 摆在前面 就为了一个信人呢 所以就 功用 完成 他们就照着神的 域行在劳苦 要将每一个信徒 这样的 成熟的献上 用主啊 那么这样有恩赐的人 拜我们 我们 他们 这个保罗也不是啊 他一次 博士使徒了 他才这样 他一次又就这样了 他越这样越成熟 越这样 越能够成了神的发表 我们也应该是 不是 等到我的 有人 告诉我 我已经是 深夜的了 我已经是牧人了 我才能够做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 现在就应该 我们养欢主 给我们这样的恩赐 阿们 我是教育的恩赐